在路上突然发现有一个电动车 有个人倒在地上 我把车停在这里 打着双赞 大车把它碾压了 318国道上面开车的时候 看着路边倒着一个人 加一个电动车 我开过去了 因为国道没有路灯嘛 很危险 很多大货车啊 万一一个货车把它碾压了怎么办 感觉有五六十岁的 要么就是发病 不敢轻易动它 但是问它 它没有回复 所以我就停在它身后 打着双赞 再打热铃铃报警 我等了八个小时